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今天是出席了活动 以我心目中的台北市位题 发表了演说 不过呢提起当市长以来 一路被外界骂 这心路历程 柯文哲倒是很释怀 还自嘲说就当是在宵夜仗吧 不过回想起选战的时候 他说呢 自己从当上台北市长的那一天 就被历史定位了 还说就算是有一天 当上了总统 这历史意义呢 也不会大于2014年 选上市长的那天 出席活动演讲 大谈心目中的台北市 当了一年半的市长 这心路历程有感而发 还感叹说当成在宵夜仗 但嘴上这么说 提起自己当上台北市长那一刻 心情依旧藏不住 我跟你讲 就以历史的眼光来看 就算有一天我当总统 还是不会 那个在历史的意义 不会超过2014年 10月29号 因为只有那一天才是历史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 回忆选战滔滔不绝 还说当成奇迹都不为过 不过这越说越开心 连太太陈佩琪 都搬上台当比喻 她说要在台湾考寿司班 我说不要啦 同样的时间去美国去读书啦 我们那个佩琪 我太太说孩子还小 我听得快快分岛你知道 大学要毕业的时候 孩子还小 这种不行啦 我跟你说 这教育失败 不过虽说这台面上 讲得风风光光 还哄得台下笑声不断 但台面上却被立委 废红太爆料 为了瞧日升生 美和氏仲裁案 私下派出贴身秘书蔡碧如 和日升生高层 曾有过一场与次宴 请他不要当罗鼠蕾第二 其实我没有 我没有见过日升生 那个云宏贤 我只有在市政府见过 他还有一次是在那个 客家那个 那个医民剂 我跟你讲 我也不是很喜欢去吃医次 神经病 没有他要 我最好是他 他具名 时间地人讲清楚 再把他毒打一顿 不以为意 毕竟从外科医师经历选政 成了台北市长 这一路考验可不少 柯文哲没在怕 不过现阶段 不止市政问题一箩筐 还有大巨蛋更是两头烧 怎么解决给市民一个交代 才是党务之急 欢迎收看苏宏杰 吕家横 台北报道